小编在上一个视频中谈到了央视对周深的宣传 无论是在线的平台还是线下的报纸 央视对周深都有过各种报道 CCTV1、3、5、6、15 央视频、央视网、央视新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等 周深都有过参与 周深从小有名气到如今的大火 其中不变之一的就是 周深时不时都会在央视的平台露面 给了一种央视常客的感觉 而就在昨天 周深再次登上CCTV15音乐频道的音乐周刊 上一次周深登上了中国青年报报纸的人物版面 这一次乐团周八哥周深 算是登上了央视音乐频道的人物版面了 这一期被称为 《与音乐为伴与梦想同行》 周深2021新歌推荐 在过去的2020年 周深真的可谓是劳模了 而在2021年 周深依然将劳模精神贯彻到底 依然是最忙碌的歌手之一 仅仅是开年的一月份就发行了八首新歌 加上二月份的三首新歌 2021年开年不到两个月 周深已经发行了11首新歌了 小编觉得周深的劳模精神一定在感动着很多人 就连春节周深都没有停下工作的脚步 周深的努力真的是值得很多人去学习 在这一点上 让小编想到了今天的热搜 周深谈网红歌手和职业歌手 周深的回答非常完美 不管是网红歌手职业歌手都是歌手 所以不要有太多杂念 不停地告诉大家 你唱歌多好 这才是你该做的事情 其实周深所说的 就是周深本人所经历的 因为周深本人从默默无闻 就一直不停地唱歌 无论是直播间还是小小的舞台 就是要唱歌 一直要唱歌 周深就是通过自己残年累月的努力 不停地告诉大家 这里有一个会唱歌的歌手 如今大家终于都听到了 大家终于也都看到了 所以周深谈网红歌手和职业歌手的时候 一点都不空洞 非常有说服力 网红歌手和职业歌手本质上都是歌手 而歌手的本质是会唱歌 至于是网红还是职业 那只不过是一个修士词 其实无论是网红歌手还是职业歌手 水平都是参差不起的 只能说从概率上看 职业歌手的专业素养要高于网红歌手 而网红歌手的门槛要远远低于职业歌手 在网红歌手中也不乏有优秀声 比如在小编心目中 周深的起风了堪称经典 而这首歌曲就是一位网红歌手从日本引进的 并且还感动了日本原唱 如果有人觉得国产网红还算不上大牌明星 那么笔博 A妹 戳爷 这些世界级的网红歌手 就一定更有说服力了吧 小编越来越觉得 戳绕营2021能够请到周深加盟 对于这些学员来说 真的是讲到饱了 通过周深真的可以学习到很多 周深虽然是音乐专业出生 但是他的起点比很多人都低 周深成绩的时间比很多人都长 周深的背景比很多人都单薄 周深仅凭着一幅好散字 和对人对音乐的赤诚之心 终于能够走到现在 相比创造营2021的学员们 他们的起点和资源其实已经很不错了 所以周深能够接连得到央视的推荐 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其中缘由恰恰就是学员们 需要从周深身上挖掘学习的部分 最后 你觉得周深身上哪一点对你的影响最大呢 欢迎留言评论 同时也欢迎订阅我们 每日都有精彩更新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